美國接二連三的大規模槍擊事件 讓槍支管制議題再度成為全國焦點 上個月水牛城槍擊事件的受害者家屬出席國會聽證會 要求立法管制槍支 不讓奪走他們家人的悲劇再次上演 上個月的德州小學槍擊案震撼全美 美國總統拜登特別邀請出身當地的好萊塢影星 馬修麥康納到白宮討論槍械管制問題 馬修麥康納在會後記者會上 帶著受害者的遺物和遺照 公益立法者採取行動 講到機動處數度哽咽 甚至還當眾拍桌 華盛頓紀念碑前綠油油的草地上 插了一排又一排的鮮花 數都數不清 每一朵都代表著一名在槍擊事件中 喪命的無辜受害者 民主黨人士和槍支管制倡議團體 在此呼籲國會採取跨黨派行動 遏止槍支暴力 而兩黨還在國會激烈辯論之際 紐約州已經率先採取行動 簽署法案強化州內槍支管制 把購買合法槍支的年齡限制提高到21歲 禁止普通居民購買防彈衣 並加強背景審查 希望能夠減少槍支暴力事件的發生 歡迎新聞 劉美萱綜合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 YouTube 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開啟小鈴鐺 傳媒綜合 黃色閒